Hello,大家好,欢迎来到J channel,我是竹子 稍微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近期在购游戏中12公里怪蛋可以浮出的各大宝可梦及对应几率吧 根据目前最新统计的结果,总共腐化了879颗12公里怪蛋 879颗里面最容易浮出的有突鹰鸭头,总共浮到了161只 浮出率为18.3% 巨套小兵的话浮到145只,浮出率为16.5% 然后又吉拉斯方面浮到120只,浮出率为13.7% 黄黄小只方面浮到79只,浮出率只有9% 黑眼鹅浮到74只,浮出率为8.4% 然后单手龙方面浮到61只,浮出率为6.9% 再来我们有顽皮熊猫方面目前浮到58只,浮出率为6.6% 拉拉早方面浮到56只,浮出率为6.4% 前尾线浮到50只,只有5.7%的浮出几率 浮到火锡的话为目前第二只最难浮的,仅仅浮出了38只 浮出率为4.3% 而目前最难浮到的竟然是阿波索如 只出现了37只,目前浮出率为4.2% 好了,那以上就是有关目前购游戏中12公里怪弹可以浮出的 各大宝可梦及其对应浮出率 希望各方面的资讯可以有效帮助大家 影片最后跟大家说一下,影片最后的言论呢 仅过参考并不能做一个标准 喜欢我们的影片,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 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说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我们接合一下视频咯,拜拜